刘嘉玲从日本回味千亿富豪庆生,相识多年关系好,不见老公身影。 11月4日,刘嘉玲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聚会合影,为千亿富豪郑志刚庆祝生日。 不知不觉,她已经56岁了,岁月对她格外眷顾,她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,比很多同龄人都要显年轻。 只见她拖着下巴,笑容甜美,心情大好。看得出来,这次的派对她过得很愉快。 留着满嘴胡子的男士,便是寿星郑志刚。有那么多人为自己庆祝生日,她十分开心,笑到何不拢嘴。 提起郑志刚的名字,可能有些网友不太熟悉,事实上,她来自鼎鼎大名的郑玉彤家族。 她跟刘嘉玲相识多年,两人私下不实聚会,关系非常好。 6月份,刘嘉玲带着侄子刘兆恩参加游艇派对,当时她也在场。 除了刘嘉玲,明怨Catherine Koo也分享了郑志刚生日会的照片。 根据她的定位,可以知道刘嘉玲已经回港了。 这几年,刘嘉玲跟老公梁朝伟总是聚少离多,去年她一直在内地生活,梁朝伟则为了拍戏全世界到处跑,夫妻俩见面时间不多。 数月前,夫妻俩终于团聚。 不过,梁朝伟很快就接到了其他工作。 之后,她远赴韩国出席电影节。 不想再分离的刘嘉玲,选择跟老公一起出国。 结束在韩国的工作后,夫妻俩又去了日本游玩。 他们在当地见了很多好朋友,还偶遇了曾来华发展的腾钢店,众人直接在街上合影。 如今,游玩了半个月的刘嘉玲终于从日本回国,估计已经玩够了。 只是,郑志刚派对没有见到梁朝伟的身影,不知道她是不是仍在国外呢?